字幕志愿者 杜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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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經紀人 我都自己打電話去接戲 之前有一部戲 就是長壽劇 都拍很久 後來它也停了 這事情真的滿嚴重的 對啊 對,我們要跟他在那邊 因為我好意 沒有,我們運氣還不錯 我們的節目也是剛去的第三季 不容易可以進行到現在第三季 我們很希望可以長長久久 不能長長久久 這樣子小孩要目前 都要給你放森 人生總有潮起潮落 當運勢下滑時 到底要怎麼止疊回身呢 他的正前方有一道煞氣 這道煞氣 這樣一般住戶對到他的住戶 很容易產生想要自殺的念 這個假的 還好我夠落關 全世界各地 最常有自殺傾向的那些都市裡頭 比較常看到的就是這種煞氣 究竟攸關性命的煞氣 是怎麼一回事呢 而又該如何避免呢 我們活在一個充滿煞氣的世界 其實煞氣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明知煞氣還懶得去克服 風水危機解密 正式開始 歡迎收看風水秘密檔案 在西元二零一年四月十一號 在中國大陸有一名男子 莫名人走在路上 沒想到煞時間晴天霹靂 一個閃神 天空轟隆作響 它被雷劈到了 不幸中的大幸事 這位男子豪華無雙地站起來 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 又在此晴天霹靂 轟隆作響又再被雷劈到 一分鐘之內 可以被雷連續劈到兩次 到底是多倒霉 特昭之江的命運呢 就像我們今天的主人 周鴻惠一樣 委託人周鴻惠 曾經是紅極一時的 小巷隊議員 自從團體解散之後 人生也開始奏下坡 近幾年 可是吉梅玉女藝生啊 就不知道為什麼 搬來這四年當中 覺得怪事不斷 然後車子也就是出車禍 停在那邊也被人家撞 然後又有官司 然後搞了好幾年才好 然後放在門口的拖鞋 拖鞋都有人要拿 然後我自己接戲 也是講好的劇本 都講好了 最後臨時角色又被換掉 那我真的很希望 今天貴節目呢 能夠給我一個啟發 然後幫助我 看我住在這個房子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能夠有大師幫我解決 小小入侵被車撞 倒楣事蹟一摩框 有請謝老師來幫幫忙 然而這一切的不順遂 跟風水脫離不了關係 究竟是何種隔絕 早就第一遇倒楣鬼誕生啊 老師,歡迎你 想來做筆記 你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做筆記啊 實在是硬的 他自己做好筆記 我就自己上網路說 要問老師說可以或不可以 這樣有什麼問題 然後幫老師講 他真的好認真哦 我一直很認真 可是我運氣不好了 你看他認真到 就書房要放什麼 對,他的題目 全部都打出來 好,我們去一個一個 幫你解答 好,我們現在再追下去 謝謝 謝謝老師 你今天一定要大力大力幫忙活 老師,以前手上隊超紅的 對啊 現在SH1耶 對,謝謝 真的啊 那時候還發了好多專輯嘛 然後真的活動滿滿滿滿 對啊,是很多 可是那時候後來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後來今天就有什麼東西 我坦白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後來沒有了 就這樣,這麼突然 真的是突然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跟進行聽男孩一樣嘛 不是,你也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公司也沒有預警 什麼都沒有什麼 就沒有了 那你自己不是有單獨出來發展嗎 我後來自己... 其實我後來 因為我沒有經紀人 我都自己打電話去接戲 然後就是偶爾 零星拍一些戲這樣子 一直拍 之前有一部戲 就是長壽劇嘛 要拍很久 後來它也停了 也是無異曲就停了 整個劇都停了 所以你那個長壽劇 拍完就再也沒有其他的演藝工作 這說起來就好心痛哦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跟我講好了 劇本也給我了 角色也講好了 包括仇勞都講好 最後他告訴我 那個人說你跟他不像 我們要換角 換角 就突然換角色這樣子 就這樣子 都已經接好了 通告了 時間了 都講好了 我到了那邊去 就發現怎麼有人坐在那邊 然後他們的那個就來告訴我說 很會不好意思 他們覺得你的外型 不太像原來這個故事的人 怎麼會現在才講 那怎麼會 對啊 這早就要講了 而且試鏡不是都拍過照片嗎 對,都拍過啊 廣告也是啊 這就是隨 它廣告也有 廣告也是啊 怎樣 也是臨時被換掉 你看你看 裝壽劇都是常常瘦瘦的 他一進去的那就停 你講到這個 這又是... 你講到這個又是重點 我告訴你 沒有一家公司讓我 從頭到尾坐下去 我不是... 從來沒有我自願離職 都是因為公司倒閉才離職 這事情真的滿嚴重的 老實在,你讓你來 你往後一點啦 運氣還不錯 我們的節目也是剛出現的 第三季啦 不容易可以進行到現在 第三季 希望可以長長久久 沒有關係啦 不能長長久久 這樣... 有家裡小孩要目前 你留神 算了啦 我們也是抱著跟母親台的 就是希望跟你 不會啦 你們兩個運氣這麼好 對不對 不可能被我拖累的 因為一下子嘛 對,好,OK 好可怕 不要這樣 你再抱自己一點 小鎮佩真可是福心來著 縱視到委託人家 帶來滿滿的好運 你就別擔心啦 老師,究竟是他會代衰這一棟 還是他... 什麼關係 其實有時候常在講 我們人會選什麼樣的房子 跟當時的運勢 還有未來的發展 是有相互關係的 可是你知道他這一棟 我聽說啦 側面打聽住得滿多 人生分定位的耶 對 常常我們常常講 跟這個手錶的齒輪一樣 如果你的齒輪合不起來 它就沒有辦法帶動轉動 對 那也就是說 當我們的運勢正在旺的時候 你很自然去選這個房子的時候 就會選到正在旺的這個房子 可是相對我們人在比較低潮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會不知不覺中 去選到 像這個是我們遇過的以來 外在煞氣最多的 你怎麼早上紅惠 紅惠我是一個非常認真努力 積極的人 雖然命運不給我這個門 但是我必須自己開這個門 所以我就打電話去製作單位說 請老師在我們家 請兩位讓我們家澎閉 上輝 我也等很久耶 以後那個沒有顯示號碼 不認識表達 對 幹嘛這樣 幫你 這是我演藝圈的前輩 是不是也很好 真的 謝謝你 不過你真的側面了解到 你這一棟其實住了很多 打官櫃 對啊 其實真的啦 我們這一棟住的都是官啊 那應該還不錯啊 整棟風水應該很好啊 我也是頭先想說 這一棟都是官嘛,對不對 那我應該也可以官一下 對不對 對 那哪裡官 深官啊 越島 就想說那應該不錯 而且我覺得周圍環境也滿好 說真的 後來就跟我老公 然後就來搬到這個地方 可是我真的沒有想到說 我們家 這麼樣有特別的警察 除了警察巡邏之外 還有憲兵巡邏 這麼高的官 對,你看這麼高 但是放在我們家外面的 拖鞋和皮鞋還是被偷 明明住在高官的地方 樓下還有憲兵巡邏 怎麼還會有小偷光顧呢 我覺得花錢那個事小 其實是... 你車停樓算還OK嗎 對,不好意思 那個... 我先看一下我車子還在的菜 好擔心哦 因為方向老人家都... 中間那個花錢的事小 是你一直... 如果有被偷過 大家都知道 那個心理壓力很大 對,因為你會五時五刻 都覺得說家裡有一個動靜 想說這是小偷玩 就會害怕 對... 睡不安穩 然後你越來越神經緊張 所以我就想... 對啊 老師,我拜託你 你不要幫我 這一棟風水很特別 對啊,這環境這麼好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先從這一棟 整棟風水來著手嗎 人啊歲,進步了中世菜歸 接下來老師就要開始破解 倒楣格局了 而他家不僅內部有嚴重的問題 就連窗外也充斥了許多可怕煞氣 究竟命運多喘的周鴻惠 能夠逃離這些紛紛擾擾嗎 怎麼樣的房子容易找小偷呢 那麼也就是在外面看出去的時候 容易有小人探頭的房子 特別容易找小偷 有嗎,他有 沒有,他這裡都是耶 這邊一看過去之後呢 在這個方向看過去之後呢 都是對不對 對,很明顯的 好像一個戴著帽子的一個人 那麼感覺上只有眼睛 伸出來看在裡面 那是沒辦法 那是外在的一個環境的造成啊 所以小人探頭 就會造成他小人很多是不是 是影響工作上 首先第一個小人探頭 在觀眾朋友來說的話 第一個容易怎麼樣 開剛開始的時候 是可能是一些吃杯啦 口舌啦,官司啦 讓你發現你開始遇到小人 那麼除了這個以外呢 嚴重的時候呢 觀眾朋友家裡頭 就容易出現小偷的情況 那當然第二個來說的話 大家就想說 那這個小偷就是屬於小人型的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又這麼多當官的人呢 對啊,為什麼 那你這邊當官的人都很順利嗎 我不曉得耶 這邊大家門都關得很緊 我也不敢亂問 所以不是很清楚 只是因為上一次東西被偷 然後問一下鄰居才知道是這樣子 了解 那其實很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從前面看出去的地方 居然在他家的正前方 出現兩個 關帽 對 在哪裡 在這邊 有沒有,我們看過去 這個地方正前方這裡 那麼形成一個帽子 就是形成一個凸字型的房子 對,這是比宗旨吧 好 更慘 每次在這裡 你家裡這種紙 這個很難過嗎 那就是關帽子的 對 那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回頭想一下 以前當官的人 通常戴那個帽子有沒有 兩邊翹翹的 這個就是以前當官的一種帽子 那以前人常常在說 升不進關門 也就是說 我如果活著的時候 最好怎麼樣 一般人不要進去 這個所謂的關府衙門 因為一般人進去 你如果不是說 你家裡出了什麼事 就是你做了什麼壞事 被抓去審問 最好不要去 對 等於是好像打官司 或者是進警察局的意思 就對了 對 所以當你每天 面對這些關帽的時候 而且不質疑做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終於出現一些問題 你想 又有小人探頭 那是不是很容易有什麼 可能被偷東西 所以跟警察 我們講說跟這些 會有一些必須要打一些交道 第二個 那麼也就是 這一個附近 為什麼 可能整棟或者周邊 很多這個所謂的星星 或者是梅花 那會有這樣子這麼多 其實換一個角度 一般的人 如果觀眾朋友 你是一般的人 你就要注意 可能我們的官司 那麼是非會比較多 可是如果你是當官的人 就不一樣囉 當官的人 如果你的樓層對得好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容易見到大官 容易被提拔和提心 他需要看到官帽 對 就是這樣子 就職業不同 對 所以這也就是說 這個房子就形成 很特殊的情況 所以 關 上 混 上 又在窗戶外面 看到這麼多容易產生官司的煞氣 實在也不容易啊 而小人探頭 顧名思義 就是會有人在背後扯你的後腿 嚴重的話 還會有竊盜賊到你家 而一般人家中 最好不要正對官帽 否則亦有官司就分 不過別以為窗外的煞氣 就這樣結束囉 史上最多外煞的前央台 待會兒繼續解密 窗外恐怖煞氣可能要拟命 他的正前方有一道煞氣 這道煞氣就這樣一般住戶 對到他的住戶 很容易產生想要自殺的面對 真的假的 還好我夠樂觀 全世界各地 最常有自殺傾向的那些都市裡頭 比較常看到的就是這種煞氣 您家也有風水問題嗎 請附上聯絡方式 傳真至以上專線 或上未來官網 以及風水有關係粉絲團查詢 我們就會幫你改善風水啦 除了官報以外呢 還有第三道煞氣 還有嗎 也就是我們一般觀眾朋友 在注意的時候就 我們的房子 盡量不要對到人家的屋角 有嗎 有... 我們從這個方向過去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有 非常明顯 有 那個腳非常的明顯 而且一邊亮一邊按 通常我們通常對到屋角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都很亮 或都很暗的話 表示這個屋角對的不是那麼的清楚 可是當它一邊亮一邊按的時候 表示這個屋角正對著我們家 就顯得更明顯了 對 其實一般來說 觀眾朋友要注意 只要有一句話說 坐角落人圓 有沒有聽過 坐角落人圓 像桌角坐在這裡就會夠人圓 對 我也真的說真的 有時候是那種你知道 就是... 對啊 大家一群人啊 然後最後一個沒有被注意的 一定才會被遺忘說 你還沒坐 那你坐那裡 有沒有 就一個人坐在嘴角 對 其實是我們腳痠啊 你看坐得了嗎 是 所以嘴角有多尷尬 你看我現在夠人圓了嗎 有事情 對啊 其實我們常常可以講說 如果坐在桌角邊的時候 可以等我腳 不會吧 可以吃 可以吃很甜 當然如果我們的房子 剛好對到人家屋角 比較單純 一般大部分都是要遇到... 要預防出去的時候 就像我們撞到腳的時候 容易受傷嘛 是 對 所以通常暗示 我們可能要預防 發生車禍啦 或意外啦 或受傷 老師 那聽你剛剛這樣講 其實說實在 我們家真的有發生一些事 就我搬來之後才四年了 我老公算一下 一一二五三四 五四大廈小小車 很多耶 就四年而已五次來 第一次就是前面他要出去 然後左轉 然後有個摩托車 就也是很衝 這樣衝過來 然後就撞到我老公的車子 然後他就受傷就住醫院 那還好是清傷嘛 就是有點骨折這樣 然後就帶醫院 我覺得算清傷 有點骨折 你知道那個叫皮肉傷才叫清傷 像這個不小心被劃到 真的清傷 老師他是不是命中 就是不適合開車或騎車 當然也有少數的人是不適合開車 但是一般 如果我們對到的烏角 我剛才提到的 他的陰陽面 非常的分明的時候 這個就表示說 他住在這樣的房子裡頭 很容易發生這個所謂的車禍 血關或意外事故 而且我跟你講 他現在講到老公對不對 對 你知道我們今天差點錄車 聽說你又生病了是不是 對啊 我就在想 這房子是不是也會讓我身體不好 像我本來今天要錄影嗎 我差一點就錄不成 我最後他睡覺 然後就忽然就肚子很痛 他去醫院就是膀胱炎 然後去血尿這樣子 那超痛的耶 很痛 真的很像真在刺 對 然後就這樣子 還好醫院在後面 對啊 就這樣啊 他還生性樂觀 然後就 還好 醫院在後面 馬上可以去急診 其實我在想 我的故事如果告訴別人 不夠樂觀的人 應該會記載不成 對 真的會 血尿很嚴重 很嚴重啊 好像人家確實有點這樣 少了 因為我今天來胃也不太舒服 你 很像 其實他... 老師,你講快一點 好 快一點 其實他的問題是在於 這個所謂的屋腳的這個地方 又合併了另外一道殺氣 那麼一般通常 我們通常只是對到屋腳的時候 會想說只有腳對著我對不對 可是你看旁邊這邊都是高樓 只在那個地方 剛好屋腳位置是比較凹下去的地方 你知道風都是怎麼樣呢 都是從凹的地方灌進來的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的說 坐駕駛人 為什麼會孤人運 其實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它不是單獨的屋腳 如果周邊都高 只有那個角落是底下 風會再灌進來的時候 就好像常常有... 我們講... 會有很多的小化 會有很多的一些 所以其實就要避免 所以這樣的房子 終於造成可能我們在人際關係 或者在很多方面來說 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我這人是講的 都是它就是前陽台 外面的風景 那它怎麼辦 它就是把它遮起來嗎 其實大部分人都會想說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 把它遮起來看不到就好 那我發現它也... 也有這樣子想過 可是它真的很稀疏 你們在... 要不要再問你... 種什麼...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它剛才提到的屋腳 那麼合併的風煞 一起進來的時候 那風變得特別的強 所以它這個前方來說 它一定會覺得 那個門打開的時候 風特別特別的大 對 其實像這樣子打開還滿流的 對 可是問題是 你的這個植物 長期落在風煞 吹道的位置來說 一般... 你知道對這樣的位置 你要種那個怎麼樣 枝葉越茂密的植物越好 那你發現它外面很多種那種 單一顆的 就那種木瓜 人家應該是要... 木瓜要長得很粗對不對 它就變得細細的 因為它在成長的過程以後 一直被摧殘 那個風一直... 一直壓力很大 所以被造成外面的植物 很奇怪就是 別人家陽台的這個植物 因為有照射陽光 應該是長得非常的漂亮 可是它前面 你會發現 好像都是非常的稀疏跟酷 對 對,看起來都3比8 總是有一些可以化解的方法 所以一種點是 我想知道這個 對,其實要化解這個煞氣 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外面最大的問題 是在它的正前方有一道煞氣 這道煞氣 這樣一般住戶對到它的住戶 很容易產生想要自殺的念頭 真的假的 什麼樣的可怕格局 竟讓人有親身念頭 臥房的詭異格局 讓小禎佩真大為吃驚 這邊有一個詭異的格局 什麼意思 不是,我跟他一樣 老師是跳到超過的 這個位置 原來把這個房子頭 最好最好的 也就是外在煞氣 能夠擋掉的地方 結果反而被它給破壞掉 所以你很詭異 而且 我剛剛看過最詭異的感覺 真的很怪 外面最大的問題 是在它的正前方有一道煞氣 這道煞氣 讓一般住戶對到它的住戶 很容易產生想要自殺的念頭 真的假的 還好我夠樂觀 是他想要自殺 還是他看到的人想要自殺 還是說住在他旁邊也想自殺 一般對到這一道煞氣的人 會非常想要 會常常會有這樣的一個念頭出現 什麼... 什麼意思 也就是它的正前方 會反光的這道煞氣 你有沒有發現 它一個半圓形的長條 在它的正前方 對 它怎麼樣 你回頭想想看 像不像我們看到 人家在辦那一種事情的時候 那麼停了一個半圓形 長長的一個東西 在停在我們的前面 紅字啊 就是棺材廂 那是誰叫棺材廂 對 其實因為它的形狀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好前前後後就是一個 半圓形的一個長條形 剛好蓋上去是不是 對... 那麼剛好停在我們前面 那這個其實我們經過研究之後發現 全世界各地最常有自殺傾向的 那些都市裡頭 比較常看到的就是這種殺技 那相信我們一般人 如果有遇到這個 你再回頭想想看 有沒有曾經有過這樣的念頭 大家就是... 我忽然覺得... 右邊眼睛在看 我忽然覺得我打不出來 因為我覺得這樣 好像跟我前後的那個... 感覺不一樣 其實真的有想過 我說真的 可是因為... 因為妳感覺很樂觀 但是因為我真的太樂觀 樂觀到不行 我連昨天炫耀去醫院 跟醫生講話 他都是笑笑的講 可是我跟你講 越是教的人 他越容易一瞬間想不開就走了 通常一直挨著 哪裡都挨挨挨死 想讓人家關心 越不挨越講中堅強了 他瞬間就垮掉 你就是不會這種 我覺得可能... 怎麼了 妳有多關心我 妳怎麼喝... 還好我們家沒有棺材上 他就覺得每天挨挨挨 人家要關心他就好了 我跟你講其實他... 剛才私底下 我們在換代的過程當中 他有講說 他也跟他媽媽講說 他其實覺得很累 對 對,我真的覺得很累 我覺得我一直都很努力 妳跟媽媽說什麼 我就跟我媽講說 媽,我覺得我很努力 不管是園藝圈 或者是旅行社 我都很主動出擊 我不是等機會的那個人 我是一個主動出擊的人 可是就是一直沒有貴人這樣子 其實這個心情很多 我覺得很多人都有 我覺得我已經那麼努力了 為什麼機會不給我 然後為什麼老是倒楣的事情 就發生在我身上 你就會... 我想說沒關係 我再努力... 我再努力就好 可是我跟你講 再堅強的人 也會有垮掉的一天 然後大家在問你 飛得高不高的時候 有沒有人關心你飛得累不累 你懂得意思嗎 就是你總需要人家來關心這一點 那可能因為我獅子座吧 獅子座會有愛面子 然後就會硬著這樣子 其實這種能更危險 對,真的 其實對面 妳是說真的也不能把它炸掉 那到底怎麼炸掉 你一定要那麼激進 而且他如果要炸掉 他要炸好幾棟 你不要關帽啊 他真的不用關帽 他炸掉之後就進... 真的就在被關了 對 老師... 前陽台代表前人的舞台 但是遇到這麼多棘手的煞氣 我的未來會是一場夢嗎 而建築物就蓋在那裡 除了搬家 怎麼想都沒有辦法解決 究竟屋漏偏縫連夜雨的前陽台 要怎麼拯救呢 一般來說 通常我們面對就是說 一個煞氣 一直重複不停的 在我們前方出現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複合型的煞氣的時候 通常一般會採用鏡面的東西 那麼來做反射 為什麼 通常有時候我們剛剛看到 有人做什麼圖面鏡 圖面鏡 圖面鏡 對 那可能它是單獨的一個煞氣 那麼就是好像一隻劍射到我 它只要劃開 不要對到我就好了 可是當你面對這麼大的這個煞氣 一直重複出現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會建議大家 一千萬花筒 放萬花筒的道具 對... 唱鑽石 其實類似的意思 在以前提到 我們在這個古代 有這個所謂的打仗的時候 那麼薛定山跟梵里華那一仗的時候 他其實吃了敗仗 後來他師父教了他一道 這個所謂的叫做 宜山倒海鎮 這個在歷史上很有名 後來的人就想說 如果山不能宜 如果問題不能那個 如果東西重複到 他受不了的時候怎麼辦 那麼就會使用所謂的 類似這樣的一個物品 叫山海鎮 那以前的人常常會採取一塊木板 上面直接寫上這樣的一個字體 所以當你遇到這樣問題的時候 就可以達到一定的功效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自己寫 拿一個木板 自己寫山海鎮就可以嗎 其實如果說 單純的是山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式 如果像我們的委託人 在外面這樣一道一道 這樣都來的時候 你可以選面鏡子 上面寫上山海鎮 記得 山海鎮對著我的時候 山海鎮對我 對我正生財 那麼達到宜山倒海 讓不好的氣排出去好的氣場 然後重新還進來 那要掛在哪呢 當然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通常這樣講 我們的房間 有時候一排好幾間 對 那我們再回頭看看 就是你的房間 每一間裡頭 有哪一間 是可以同時看得到這所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鏡面的東西 其實它重要的是 它是180度的鏡面 是反光的 所以只要在180度範圍裡的煞氣 那麼你只要擺放一面 都照得到的地方 那麼就可以同時化解得掉 所以我們的偽頭 可以在這個地方 往外照的時候呢 就可以同時接到 這個外面所有的這個煞氣 所以你就掛在前一面就好 可是說每個房間窗戶看出去都有 然後每個房間都要掛 老師那 那如果說掛外面的話 那個外面的上面是個涼呢 沒關係嗎 其實一般來說 觀眾朋友只要注意到一個重點就是 你這個這一類的東西 是要能夠對到外面的這個煞氣 所以要記得能看得出去 是最重要 那麼千萬不要用其他東西 又把它遮住 面對這麼多煞氣 與其使用脫凹面鏡 不如用一個平面鏡 懸掛在居家隊外 看得見最多煞氣的窗口 就可以了 你知道 這種東西也是要花錢買的 那你也知道 我剛在聊天的時候 我一直看到它的柴位 什麼都沒有 哪來的柴 真的哦 你知道柴位是哪來的 不是很清楚耶 進門的幾度假 九十度啊 公共九度 九十度 你出品 四十五度假 對 你可以握我們的小... 小小 神童 妹妹,請問柴位 在進門寫幾度假 十五度假 你看,四十五度假 神尊小妹已經告訴你了 所以這樣才會摔啊 四十五度假 就在這邊進門的四十五度 你看看,你什麼 那什麼 那什麼真的是 枯枝 懶散啊 還有,請問 還有,還有 粉色湯 還有,淡蒜 你是怎樣 不要讓我們落差 你那麼小 不是,而且你也莫名其妙 請問到底是哪一個水卡 要坐這一個位 我來你家做客 我坐在這裡 為大家聊得好 太方便了吧 你坐進來,紅衛 你站兩個沙發 你坐進來 不好意思,我要上廁所 就是很卡啊 整個... 我這裡也沒有地方可以放東西 這個要怎麼解釋啊 因為其實當初 真的這邊還有一張桌子 那就是因為覺得要出去陽台 不方便 就把桌子拿掉 拿掉之後 因為椅子真的太重 我推不動 所以我就把桌子換掉之後 就直接把椅子推進來了 我也沒有去想說 白色什麼的這樣子 沒有在用國語做電話 反正總而言之 沒有總之 就是他沒有在管這件事 我沒有在管這件事情 他沒有在管這樣 他就是因為人在碎 所以他選擇了這樣的方位 我相信啊 我相信人運氣不好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就是... 就是順著你的那個運氣走 我相信 這個沙發是應該從窗戶丟掉的 其實不用嘛 就要被你把它炸掉 其實一般來說 觀眾朋友要記得就是說 當我們在選擇位置的時候 要記得每一個位置呢 坐的位置上面來說 必須要不要受到影響 也就是它的動線不能受影響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在四十五度角裡面範圍裡頭 那麼這個所謂的柴位呢 雙倍張開的位置裡頭 能夠放一些能夠聚材 能夠聚氣的東西 那麼即使是擺放花來說的話 那麼一般來說也會選擇 即使是營柳 我跟你講 我這次我這一邊 跳過最醜的營柳 真的我們家很愛買營柳 營柳開花真漂亮 我們的營柳怎麼可以醜成這樣 你看吧 所以說人真的運氣不好的時候 就是遇到小人 因為那個... 他是好心送給我這些 他還告訴我你不要加水 不要加水它不會長 不會長不會壞 你就不用整理 放在旁邊 放在旁邊家裡的角落就好了 所以我就聽他呢 然後我就自己想啊 我怎麼知道會拉茶 然後我想說放那個太單調了 就找個紅盆子裝起來 然後放一點開運石頭 放一些零錢 我怎麼遲到都是... 就算他的零錢 數字應該也很不及你 應該不會啦 我放了十二個啦 他放十二 那還好 十二生肖嘛 對... 有跟柴營有關聯嗎 你不知道這些就是錯碼啦 對啊 一六八 一六八 八八 八三六八 這個五是什麼東西 五行嗎 對啊 就是... 就五顆嘛 然後就在家裡打掃 可是這對嗎 對啦 其實是對的 原來一般他們放五個顏色 是代表說 希望五入五方的材 都能夠聚到我們家來 那只是說 通常放這個硬幣來說 很少人會只放一塊錢 對啊 這些東西既然擺放到 這樣的位置的時候 千萬不要跟什麼 垃圾桶混在一起 在那一個範圍裡 垃圾桶會放到 我想說垃圾桶放在那邊 因為不要給人家看見 不然看起來髒髒 因為垃圾桶嘛 就這樣把它藏起來 到底才會 現在就是該放 那放什麼馬上會... 我們最簡單的 我們看到 在前方有一個類似燈 類似那種花瓶的這種東西 都這個嗎 對... 等一下 請問一下花瓶燈 為什麼會有這個 你是有在做國跳牆嗎 不是 是 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真的覺得 我還有一點小潔癖 我覺得我們這邊風沙很大 我很怕風沙跑進去 所以我就用保鮮膜 把上面封著 我想說不要讓風沙掉下去 那我要清的時候 把保鮮膜拔起來丟掉 換個新的就好了 所以那是整個... 老師 他可以整個桌子 移過去那邊嗎 對 其實可以把桌子 小桌移進來 那麼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花瓶 直接當什麼 聚寶盆 對 都是這樣 直接滑 對 那上面不能堵住就是了 當然不能堵住 你先穿進去 要裝進去的 可以擠起來 老師它裡面可以放 比如說它放到五行 或是錢幣進去嗎 對 它可以把剛剛那些東西 集中放到這裡頭來 那麼在中國 除了我們中國傳統的這個之外 密中裡頭也有所謂的保瓶 所謂的保瓶也就是類似 像這一類的這些東西 放到這裡頭來 它能夠聚集周圍四方的 五方的這個所謂的財氣 到我們家裡頭來 那麼這個花瓶 就可以直接當成保瓶 或聚保盆來使用 老師講過很多遍 財位擺放枯木就是會破財 你的耳朵怎麼那麼硬呢 為了搶救荷包 還是趕快換一盆 日益盎人的盆栽 來活絡財運吧 所以其他這邊還有一些什麼 恭喜、恭賀信息 還有這個文財神 所以其實這文財神是好的嘛 當然 因為一般文財神 在古代來說 財神有分文財神 你上來 財神有分文財神跟武財神 所謂的文財神 就是指送錢到我們家裡的財神 是 就是這一尊 是 所以它放在... 它如果移過去 它的材位放這個是對的 對 但是觀眾朋友有沒有... 你看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它的財神的方向 是朝哪個方向呢 朝外面 對 不然它的財神 剛剛就是一直在跟它講說 財會離開啦 對啊 對 所以一般觀眾朋友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一旦你這個擺放的 不管是 或者是類似的形象的東西 只要有錢的這個形狀 一定要記得朝屋子的裡面來 所以你發現它這個地方 它是朝著門外面 陽台出去囉 對 但是它如果放到那邊的話 也沒辦法啊 因為你看 它的這個錢幣在這裡 它如果放在這 它也是窗戶啊 所以它其實呢 所以要這樣 不是 剛剛那樣啦 面壁是... 剛剛那樣才這樣嘛 其實第一個應該是放在 我們另外一個位置 就是它另外一個 類似有錢幣帳型的 對 最後一次 就是馬批的位置 對 這裡 這樣 對 它應該是斜槽的裡面方向 所以要這樣 不是 斜槽裡面 屋子裡頭 好,這個 這簡單的方式啊 同樣的方式 它是斜槽的屋子裡頭 象徵把錢送進來 而不是把錢送出去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 當然基本上我講 如果很多朋友都會想說 擺放招財的一些形狀的東西 我很少看到全部都放錯的 為什麼全部放錯 對耶,你的馬也往外跑耶 對啊 你這個馬帶著錢 當然是要帶著錢進來 怎麼會帶著錢出去呢 天啊,被你這樣一講 雞皮疙瘩都跑起來了 真的 為什麼 真的耶 這是你放的吧 對啊,我就隨便放 我就隨便放嘛 怎麼不... 這裡啊,往裡面跑 對啊 你不要踩到踩層 這樣 對 一般來說 通常我們常常在馬的上面 有時候會放一些 譬如說錢幣、硬幣 是 那這個代表馬上有錢 對 所以馬上有錢要怎麼辦呢 當然是要帶著 從屋子裡頭來囉 所以這裡面可以放它 剛剛要放一些那個... 就是這些都可以放進去 對不對 當然囉 老師,那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那個花瓶和這個都可以放 然後放在邊邊這樣 因為你都有 你一直都放錯地方 對 你現在把它放對地方就好了 你一直都放 你家的招財飾品都擺對了嗎 小心招財不成 反而露得更兇 家裡的招財飾品 通通要朝上屋內 才能夠把錢財帶進家中 而老師使出渾身解數 花了大半時間 將客廳和前陽台的問題 一網打進 接下來將來到主貨房 後面還有更多倒楣煞氣 纏著今天的委託人不放 除了財庫健康 還有更詭異的空間 是的 節目錄了將近快四十分鐘 一直走不進臥室 究竟它有多衰呢 史上最負荷最多煞氣的客廳 就是在洪輝的家裡 到底有多可怕 造成它歲運連連呢 你以為這樣就沒了嗎 錯了 那我們一起繼續的看下去 是的 馬上就到他的臥室來看一下 你的臥室剛好煞氣 你臥室還好啊 但是說真的 你客廳這麼... 你剛好... 好像是我們笑起來吧 煞氣應該是在我們身上吧 我們仔細看想一下 以大門的位置進來最內側的對角 那麼首先第一個在你們的後方 就是這個四十五度角 對... 是 那我們通常這個位置呢 最裡面的房間叫做柴庫囉 柴庫的位置 當然不可以開窗 不可以開門 柴庫放一些無味不無味的 也是浪漫啊 我覺得問題是在後面這個窗戶 你說這個嗎 整個柴庫見空了 你看他的柴庫 拜拜 什麼怎樣 什麼 你看那個柴庫 看得到對面在賣牛肉麵 對 對 幹嘛是這樣 進入口 然後你後面還有一個壓縮鸟 路臭鸟 對 壓縮鸟 其實首先第一個就是 我們在柴庫的位置 一定要注意就是說 不能夠開門、開窗 那這一個答案一定是代表破菜 可是我們發現它用特別厚重的 這個簾子稍微遮起來 至少這個我們講說 不要露得那麼厲害 但是重點是在這邊 有一個詭異的格局 什麼意思 等一下 等一下 窗外的詭異空間 導致煞氣加重 重點是在這邊 有一個詭異的格局 什麼意思 不是 老師,你跳到窗外面 什麼意思 老師,怎麼怎麼跳到窗外面 在七樓 什麼東西 怎麼你... 這...怎麼會 什麼意思 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在七樓外面嗎 對,是的,你們是在一起 什麼意思 這是陽台外推嗎 對啊,就是當初想說要多一個空間 其實我們推了以後也滿後悔的 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這塊是有什麼事嗎 因為就是西曬很熱啊 所以我後來又去... 後來又去做了一塊這個 這個把它遮光的 對 這個遮光,然後這個也遮光 對,我就是用非常非常強力的去遮光它 因為太曬的原因 對 老師,這格局也太詭異了吧 對,老師,你剛剛真的下次五月你會騎門遁甲耶 直接飄到窗戶外面去 我想說你要去哪裡 其實最主要的 我們在講說 這個位置 原來把這個房子頭最好最好的 也就是外在煞氣能夠擋掉的地方 那麼結果反而被它給破壞掉 什麼意思 為什麼會破壞掉 因為以前的人 你仔細想想看 對於可能有路衝的地方 或者是不管它是主管機關 還是一些什麼樣的位置 可能有錢人的豪宅 它都會做一個半圓形 就像這樣一個形狀的魚池 或者是一個花圃 我懂了 那麼其實這個位置 本來可以幫它擋外面好多煞氣 可是從它把它隔掉之後 那麼這個原來的功能就被破壞掉 所以它現在要把窗簾拆掉 當然不是拆掉窗簾 而是有沒有辦法回復到原來的樣子 你說變成原本的陽台 是走出來到外面的 對 其實很多人再回頭想一下 以前這個我常常提到 我們看到清朝的時候 很多這個冰身上 都有一個半圓形的一個護心鏡 那麼這個形狀 對啊 它那個是擋炸器的 對 其實就跟這個功能是相同的 結果我們把它給拆掉了 那反而我們只要 就好像人家的武器 很容易就攻擊到我們 所以為什麼 我們本來可能不拆這個 可能會很好 真的太詭異了 這是我史上看過最詭異的歌曲 真的很怪 那它現在有沒有辦法 就是用比較簡單一點的補 不要花太大錢的方式 因為它已經破財了 對 那你要還要花錢 可能要一段時間 至少它要先轉 因為講法來韓序的 對 就是讓它至少每經典 才負債改這個東西 或是搬家 那 這當中有沒有什麼東西要 除了搬家以外 對 除了搬家以外 然後不違法 通常會在地板這個地方 也就是它很明顯的 區隔內外的地方 對 對 老師真的教過嗎 可以稍微墊高 墊高 或者是用顏色 地毯顏色來做區隔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就會發現 感覺上就會差很多 對 老師 它現在已經用很注意的方式 用窗簾來區隔開了 對啊 還會密有差嘛 其實這樣子反而變成 我們的屋子裡頭 有一個地方是變得好像暗室 對 那麼密不見這個所謂的 對天日的這個空間 所以其實這樣子是比較不理解的 為了貪圖空間 把陽台外推 導致運勢下滑 自己也懊惱不已 趁著尚未大興土木之前 利用地墊的顏色 把陽台和臥房區隔出來 就可以減少傷害了 而現在一行人 馬上進入 讓老公惡夢連連的書房 門口上加強版即將登場 究竟這個煞氣房 會帶來多大的災難 究竟一起看下去 你剛才填我的耳朵嗎 沒有 我想要靠近講 結果就填到了 你看他就煞氣房 你這個房間也太詭異了吧 怎麼會有這麼老派的 書桌跟椅子 而且這就是聖竹如的桌子 你剛剛租的嗎 對啊 你怎麼會有誰在這邊辦公啊 沒有啊 就我老公 他想說議員可以辦公的夢 所以他自己買了一個 我老公打你兩輪是不是 我老公 我老公都想我兩輪 想你兩輪 這不是打你兩輪 這整個都太... 太偶派了吧 它是偶派上級 所有的氣 所有...你自己看 書櫃 盒子 你看這是用具 這個不是都是... 還有卡帶 存折 你能嗎 我派到偶派 我不是自己看你存折 放在這裡 快點 這整間都是煞氣 這是所謂的煞氣房 我們的好運 只能在這裡撐五分鐘 五分鐘講完 我們就要走了 快點 老師 首先第一個 我們看到的這個地方 也就是他所謂的穿心煞 我們知道 一般穿心煞在裡面的人 很容易發生什麼呢 什麼 很多事情悶在心裡垂心肝 對,我老公就是這樣 對 然後當然這個地方來說 對他的事業發展 就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我聽說他之前工作很不順 很不順利,非常不順 怎麼樣 對,就是 其實我老公他其實是滿有才華的人 然後其實他之前待的公司 都是大公司 然後是做人事、人資方面的 然後他一直不斷都有人挖腳他 可是挖腳到他的公司之後 就不斷的就是沒有辦法做下去 譬如說之前精益不領切的時候 他們老闆每天就給他 兩個名單、五個名單 要他從這五個、兩個的名單裡面 去裁補 然後他裁到後來 他自己有點精神 我覺得他是精神崩潰 他曾經就是好幾個晚上 忽然就嚇醒 然後就通通通跑到客廳 我被他嚇到 然後我問他說什麼事 他說夢見有人進來我們家 這樣子 那精神壓力太大 精神壓力太大 你想想看他就是個筷子手啊 公司每天老闆就是給你名單 然後你就是幫我裁 這五個人裡面的其中兩個 三個 對啊 所以他就壓力大 變成說他的工作 壞人讓他去打 對,然後變成說他的工作 都不是因為什麼原因而走 不是他自己想走 想走這樣子 這個是穿心扎的部分 那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 其實也在門口 我們仔細看一下 他的門跟正對面主臥室的門 居然形成所謂的門對門 門對門 鬥口上 鬥口上 但是普通 這還不是普通的鬥口上 怎麼說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門對門平平的 你跟我是平行的 那這個問題來說 就很簡單可以解決 因為他只是單純的鬥口 可是我們的這一道門 跟對面的這一道門 是形成互切的一個格局 那會怎樣 當然基本上來說 這個代表這個鬥口 不是輕微的 是比較嚴重的 因為你跟人家互切到的地方 會傷害到對方 那邊會傷害這邊 這邊會傷害到那一邊 口出二元 會嗎,你跟老公 為什麼會吵架 我跟我老公 其實應該怎麼講 可能 可是我一直都認為是我們兩個個性 因為他是母羊座 我是獅子座 所以我們兩個人 就是吵起來就是火爆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吵過五分鐘 對啊,這怎麼辦 他門這樣子 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單純門對門的話 只要在 或者是我們講說 比如說平背以頭 那誰的背分比較高一點點 那麼在他的位置上 加上門簾就可以 可是... 可是他的房間 是他們兩個共存的 可是問題是 他是互切的情況下 這個時候就兩邊都要做阻隔 兩邊都要放門簾 對 然後當然這個其實 好用功 其實這個還是小問題 老師,拜託 因為其實本來門對門裡頭 這個是門對門的最兇的門對門 但是更大的問題是 現在這張桌子 可能是他的老公主要工作 在使用的一個桌子 對 他裁員的時候都在這張桌子 那怎麼樣 這個桌子有什麼問題 他舊了之外 我們回頭再想一下 從這個地方要出去 他的辦公室進出 是不是一定要從這邊凹到 繞到那邊去 再繞到那邊去 很像手一直折來折去 這樣的一個情形來說 叫做白虎開口 風水叫死無路走 意思就是說 好像我們做事情 遇到一些瓶頸 挫折... 做事情又不是很順 可是你有時候 明明知道問題 又不知道到底應該怎麼解決 可是他...老師我看到他... 因為他有兩面都有窗戶 他後無靠也不行 那他怎麼擺 沒有...他應該是這樣子啊 這樣子擺啊桌子 就是會不會背對門 對啊,就會背對門 所以更大的問題 就出來這裡了 一旦他想要把這個桌子 改變一個位置的時候 突然間發現你的大門在那邊 進來的最內側的對角 所謂的財庫的位置 又是窗戶 不是又是窗戶了嗎 對啊 所以你看看 他進來的最內側一左 以後全都開了大窗戶 其實一般觀眾朋友 如果真的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應該是要選擇 平行這個地方 太貼近裡面的部分 那麼選擇把它封窗 而這樣子來說的話 至少你看這樣子 對,就一個財庫的位置 那這樣子的話 你至少你的房間裡的財庫 跟工作室這裡的一個財位 兩個位置都能夠保留住 而且這樣書座也不用動 對,其實書座應該可以 再移過來這邊 讓它的動線突然間變成 一桃線出去對不對 老師,那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桌子就直接平行過來 對 因為你前提之下 後面有靠 前提之下你要把窗戶 那老師對 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就是 那像這樣的話我把... 等一下啦 幫你拖一下 幫你拖一下 老師,等一下 你說這個桌子 那我是不是把這個桌子 直接整個給到這個地方 那這些東西放在這邊 如果我放不下的話 我可以到我另外一邊 屋的房間放嗎 當然基本上來說的話 其他東西是個移動 當它推進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加上桌子 有沒有 就變成一個凹槽 對 老師,是原理行過來 是不是 對,一拉過來 平行過來之後就變凹槽 那它這個動作有沒有規定是... 當然基本上 只要座位上面 其實是往後靠的 那麼沒有什麼問題 那就對,一拉過來 不見 感谢观看